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是沙发呀? 还没沙发呢? 呦好,七哥,我来了! CNMCCP沙发,我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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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强三,朱全三,朱全三 哎哟,你是第二,你是第二,你是第二 然后是All Star,刚复习完昨天的 好了,这个,亲爱的战友们,我又往身上泼水了,烹个水啊 看看啊,看看啊,泼的,专业泼的水,专业泼的水啊 嘎嘎的,我哪天我这一露这肌肉,吓你一打挑,吓你一打挑啊 第一排第一排啊,贺小宝贺小宝贺小宝 哎呀,太棒了,2016啊,战友2016啊 第三,你不是第三啊,2016啊 广广的,直接就上来了,天呐 今天上午,咱们两次直播 11万和13万在线 但是,接着就是160万 160万,160万,190万 然后直接到了是900多万 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 谁不是啊,王贤森,王贤森 我今天照顾什么没见王贤森呢,今天才见王贤森呢 好,亲爱的战友们啊,断练太幸福了啊 我今天早上,因为大家知道,我说我这放铃声,本来是5点,快5点睡到7点 结果凌晨6点醒了,我就没有办法锻炼了啊 但是,回来必须补偿啊 我不能给我任何借口啊,放弃我的锻炼 当我呢,连锻炼都放弃的时候 还搞什么狗屁喜马拉雅,胡说八道的事啊 所以说,今天的战友们很严肃的啊 我先说一下几个问题,一下几个问题,大家要听明白了 第一个我今天直播当中,我说到的,刘鹤已经被授权 官方授权,这已经拿到了官方授权,这是啥的合法化了 更重要的事情,大家知道刘鹤是王岐山最好的哥们 跟美方关系深厚 而且,绝对是江家孟建柱百分之一百的控制 孟建柱抓小辫子,那你这贪污啊,玩女人啊什么事都来了 所有的,背后的各种个人力量和各种角力 刘鹤会拼死来完成这个任务 要不然孟建柱,王岐山的枪,王岐山呢,抓住他这把柄,他会把他弄死 所以他既有官方保健,又有私人利益所得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刘鹤是南普特会议决定的重要使用者之一 所以说我今天上午,我突然今天下午开会想 我没有说清楚对战友这个重要性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灭爆小组,灭爆小组 江志诚亲自参与,香港的富豪现在是到了这样的恐惧情况 接下来国内将发生大事儿 所以说我求求战友,以下四条 我求你们了啊,战友们 第一,在海外的战友,凡是申请正辟的,和在海外有反共背景的 千万最近少接触国内来的人 再一个,少和国内的人联系 还有一个,自己千万别犯错,连驾驶伪章都别做 因为就是等你犯错,找你毛病,收拾你 包括一个,咱们那个有位这个朋友叫古卓一吧 古卓一这位战友,我今天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是这个名单之一的,而且限期内要把你拿回去 要么消失,要么你弄回去 所以第一个战友,海外的战友,别犯错,别折腾,保护自己 不要跟国内的家人随便联系 更不要听所谓的老同学,谁上当让你回去 甚至让你去到东南亚国家见面 千万千万不要,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国内的战友,能不上推别上推 能不看郭爆料,不看郭爆料 就是能不要传就不要传,最近一定少动手 大家千万要安全,安全第一 我求求国内的战友,千万千万记住,这是国内的 第三个,国外的所有的过去发推挺郭的战友 还有过去的民主民运,不管你真的假的好 我告诉你们,你们最近去东南亚少去 特别是坐飞机,不要跨过中国领空 不要在中国转机 头一段时间有十几个战友 竟然是要回国转机,在大连和在北京转机 愚蠢至极,要命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这是第三个 第四条,亲爱的战友们 所有在海外的战友们,最近你的账号 莫名其妙的钱,你一定马上报警 有人要主动和你联系 不明白的,把他黑官再联系的,马上报警 特别是像郭宝胜,夏业良,韦石,雄县民 还有吴建民,李一民,什么林宇丹这号的 这绝对都是被人家控制的 你们千万要小心 还有什么,陈军就不用说了 你放心,咱们那个小斑马他不会伤害任何人 他不是那人,你们要务必小心,这四条 说完了吧,战友们 这四条如果是战友们,请牢记 务必牢记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告诉大家的事情 最近大家请关注的,秦城监狱和国内监狱 列如薄熙来,列如王立军,列如令吉华 列如李东升,列如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我朋友 列如孟后伟,得有传出死,病死,心脏死 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记住 就有一个新的信号 国内开始清理秦城监狱,定期消灭 一大部分人会在监狱里边,心脏死,躲猫猫死 打飞机死,自杀死,脑梗死 很多还估计更多新死法了,估计是相思死啊 孟诸死啊,是不是啊 这个什么死死都有了 或者是在这个监狱里边 这个什么拿勺子扣什么死啊 畏罪自杀呀,什么有累罪被发现呢 这都会出现,大家记住 有本事,盗国贼你别玩这一招 这些时候,大家记住 关注这些新闻,背后将有大动作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战友们要记住 看一看最近刚刚几小时以前 网上推出的新闻 如果王岐山,如果习近平出了万一 中国唯一的法人是谁?接班了 王岐山 看看那个作者是谁 大家有一点电脑技术的 我们的米撒挖掘机 和量子挖掘机挖一挖 和王岐山在2018年 甚至2016年 2012年 发出关于王岐山会上出奇 出去,回来到以色列 到中东所有的报道 看看是不是一个IP地址 大家看看标点符号 是不是一个人 这就是南普特会议的最重要的发言人 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习出事 王岐山,顺理成章接班 看看是不是我瞎蒙了 但愿我别蒙罪 我是个骗子 我是个强奸犯 我是个流氓 什么什么被倒钩 被共产党形容的 但愿我被蒙罪 要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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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合作的大事 最后第四个问题 我也给战友们分享 战友们 所有海外 现在派出的多种力量 安全的 公安的 精真的 行真的 军队的 情报的 所谓的灭爆小组 就是替整个江家江志成 和过去的增家租家 这些老派们 现在要到海外定向清理 不惜一切代价 不遮一切手段 不惜一切成本 为什么 他们算账 能保那几万亿美元 花你的钱算什么 所以最近 会很多列如郭宝胜和吴建民 袁洪冰 包括那什么潘晴啊什么 向林这些人 都会发财 有可能 有可能 被大钱给砸了 一塌糊涂 然后来攻击咱们 然后最后把他们自己 因为拿钱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最后 全部 就像那个电影里边 老出现镜头 让A撒B 最后A上老板回报的时候 老板摆AB 才尬掉 大家记住 所以最近 大家可以看到2020年前 这个潘多拉盒子 要揭开之前 他们很清楚将发生什么 我也告诉战友们 我关完胡子以后 过几天 关于他们想搞我们的事情 我会给盗国贼们一个 最对他无法想到的 我让你盗国贼 我现在提前给你讲 我让你想都想不到的一招 咱走着看 战友们 我叫你看着想都想象不到的招 已经酝酿两年了 现在看来盗国贼 完全根据南普德会 和潘多拉盒子在走向灭亡 就这一个俄罗斯盗挂猴 和Larry King的视频 已经给我了足够的信息 你们在干什么 千万记住战友们 最近就是成千论万的人 给我发这种信息 好多都是真的 不就是想钓鱼吗 如果大家细心的看一下 伴随了我几十年的 在我办公室里 就有一个江太空钓鱼 别给我玩这个盗国贼 孙力军江志成 就你俩那点本事 包括孟建柱 就你们那点本事 汪岐山耍流氓耍黑的耍横的 你记住 你在共产党那个圈里面 你是牛叉 你出那个门 你个屁毛都不是 我就等着你越过红线的 你愤怒啊 你愤怒啊 你生气啊 把你那核武器全拿出来啊 你得盯着那楼上跟我开枪啊 你们不在都布着有人吗 这楼嘛 不都有人嘛 潘石屹的楼不都有人嘛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嘛 然后再派一个一个人各种接触郭文贵啊 然后呢 以招聘的名誉渗透啊 我就等着你渗透 所以 司马懿当年最牛的事情 就是把朝职派去的小红给娶了 还让他生了孩子 但是没生出来啊 所以说战友们 你们现在特别我们的沙路德先生啊 还有那沙拉女士 还有我们卡丽西女士 还有我们这什么GS牧羊子 现在已经都都上人家的网了啊 最近少少与同胞活动 特别是钱上事上电话上多小心 澳大利亚的那几位沉默的朋友更加要小心 郭文贵的道德和良知 我必须告诉你们 我以为我们就是战友 不放弃 不忘记 不抛弃 一切以战友对方利益为重 以他的生命为最重 所以我必须说 今天好多人说 你傻呀你说这话 谁还给你干呢 谁还帮你呢 谁还给你捐款 我对不起 你这个话说我 你就让我不尊敬你 如果我那么做 我就不配当郭文贵 我就不配谈我这个喜巴拉雅革命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不要给盗国贼一口实 不要被他设计 不要被他离间 不要置自己于凶险之地 不要被为了眼前而失去了未来 战友们 你们的激动 你们的情感 我都能感受 不是战友的 也不用听也不用说 但是 永远不要让你的激动和冲动 代替了你的理智 永远不要把你今天的激情 变成了悲情 永远不要把你今天为了表现 而让你失去了未来 那是可悲的 那是低级的 那是低级的 这就是盗国贼天天在干的事 盗国贼今天所有在说的人的名字 五年十年还能在世界上 还能控制着中国吗 没有郭文贵爆料 他们也不会 战友们 咱们大多都很年轻 平均38岁 平均38岁 我们网上的所有战友 网络上看平均38岁 战友们 所以说别着急 还是2017年2月份 我第一次帮手机 我坐这等我都能把你等死了 怎么会不赢呢 想不赢都不行 关键你赢完以后 大家对于你个体单位来讲 这个赢完以后你还在不在 你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激动冲动 那就不配到哪种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们看不见的沉默的 咱们的沉默力量 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亲爱的战友们 所以说 我们要过上好日子了 更加要珍惜 更加要小心 不要为明 不要为小丽 不要为眼前 不要为一点 迷失了方向 失去了自己 人就是一秒钟的错误 就一切结束 被什么杀你都不可怕 你千万别自杀战友们 而且自杀是自己不知道的 亲爱的战友们 法治基金和当下危机委员会 和他们所知道的 我们接下来的盗窝贼海外财富 所采取的行动 和我们在欧盟 欧洲 以及全世界形成的联盟 这些神秘的力量 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 他们的钱 无处昌身 他们的师生子女 无处昌身 他们非常清楚 接下来 达摩斯神剑 将落在他们头上 2020年他躲不过这一关 战友们 务必保重小心 好吧战友们 这个很多信息我都不能告诉你 你们一定要看看 关于中国已经准备好 一旦王岐山出事 王岐山出事 这是第三次报道了 原来是含糊 然后到迷迷糊糊 现在已经清清楚楚 一二三 这就是我们江泽民先生老说的 三步走嘛 他喜欢三字 三步走 三个代表 悶声发大财嘛 李公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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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不种战友们 就这样 咱再一次为14亿 中国人民战友们祭福 中国人 你已经够走 你太多了